中山医学大学执行教育部高教深耕计划五年来 深耕多项医疗健康照护专业的发展 除在各领域均呈现优异的成果外 有位学校与师生带来成长与改变 包括建制并优化的学校 教学软体与硬体环境 打造永续与智慧学习校园 本校高教深耕在教育部四大目标之下 我们拟定了十五大策略来推动执行 高教深耕的四大目标分别是 落实教学创新以提升教学品质 发展学校特色 提高高教公共性 以及散尽社会责任 在全校师生热烈参与之下 我们已经将这四大目标 落实于教学的创新与设计 产严的合作 我们会将学生的一些专业的一些想象 转化为执行计划的这样子的一个教案 那我们会带领学生出去外面 与其他的同学去做一些竞争 一些交流 藉由这些交流里面 同时也提升同学之间的人际沟通的一些能力 那学生面的话就是说我们的学生潜在整个的受教育的过程 大部分的场域都是以医院为主 那我们进入到社区以后 学生可能他会面临到是一个完全跟他过去学习所不一样的场域 那当然老师也是要一种新的学习 那我们必须要示范 怎么样去跟我们社区的长辈或者是社区的民众去做互动 我们非常感谢教育部深耕计划给予的支持 以及投入执行方案的老师 走出学术殿堂 创造学生多元学习的资源 参与跨领域 国际化的学习 也走入社会参与 长照 失智 社区再造等议题的活动 善尽大学之社会责任 因为高教深耕计划的支持 学生的学习领域 扩展至跨领域学科合作 数位学习 国际交流与精准医学 实践体面从校园教学 创新迈向社区永续发展 透过深耕计划的持续 我们期许最后建立 立足台湾全球思考的国际价值 为迈向实践STGS目标